我跟台大医院的医生都不熟 但是来到这里碰到一个贵人 就是我们梁金桐教授 已故义人诸葛亮生前行行念念感谢的医生梁金桐 目前是台大医院大肠职肠科主任 更是国内大肠职肠科的第一把交椅 行医30年完成3500例大肠癌腹腔径手术 手术时数破万小时不仅是全台最多 全球排名也堪称数一数二 但在成为耀眼的名医之前 他出生在高雄阿联乡村 毫无医疗背景 却靠着从小乌农的经验成就行医之路 我父母是种田人 所以说也没有说什么医疗的背景 虽然是在乡下长大 可是历练很丰富 我也杀过鸡啊 帮猪阉割啊 也杀过羊啊 事实上癌症的手术跟除草是一样的 你说癌细胞跟正常的细胞很像啊 渣草跟稻荷长得很像啊 所以你要把癌细胞清除 然后保留正常的细胞啊 事实上我投入大肠职肠 职肠外科这个领域呢 也是误打误撞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也有想说 股科一定很有发展 但是呢因为我同学之间互相竞争 我就没有被录取 就想说啊那我只好来做一般外科 像三种长根 他们早在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 就成立大肠职肠外科 只有台大医院没有大肠职肠外科 是依附在一般外科里面 我就回去想想以前没有这个科 没有遗产可以继承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也没有老师可以管啊 所以就随你做啊 所以将来呢这个就是你的 做成功就是你的 所以我一种医师一做完 又决定做大肠以后呢 我也到日本的国立癌症中心去进修 那个时候呢就是传统保护手术 老师给你示范的很清楚 里面的那些细微的过程 长成什么样子你就会很了解 对大肠职场的部分这些 我的概念很清晰 我有学了他们日本的优点 就是说做事情很仔细 一般的一眼 手术的成果会很好 病化症很少 不要粗鲁 布置打好基础 梁医师更飞心于传统手术 和系科技的结合 先是腹腔镜手术 如今更担任台湾机器人 手术学会理事长 推广达文西医学手臂 他也大胆预言 未来将是机器人手术的时代 我们达文西我从2012年做到 现在有6年 累积了一年大概做50例 300例左右 我们以前在做护腔镜 我们都自豪 自豪说我台湾做最多的 但是在肥胖的病人 骨盆很窄的 手术室也很窄的 还有西奥在很小的血管上面 做淋巴腺扣清 它稳定度很高 这护腔镜没有办法比你 就好像机师在驾驶回击一样 将来的手术 我想第一个步骤就是 我们先进架设好 按钮按钮先去设定好 然后机器人就开始操作了 快要降落了 肠子要重接了 哪里要接哪里呢 我们抬得下去 所以我可以大胆地预测 再过10年后 没有人会去残腹腔镜的 大肠癌手术 将来就是机器人手术 毒领烘烧的时代了 从传统到新科技 那么长的行医路 历经无数手术 和病患的梁金童却笑说 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病例 有人说没你在医生 在外科医生的眼光 只是一个皮 包括一个骨架而已 你跟他肢解开来 还不是都一样 官位很高的人 到患乎走足 事实上解剖过照 都没什么 也没什么差别 都是一视同仁 为什么人会职业肩带 职业肩带就是你同样的事情 每天都正在那座一天的和尚 撞一天的钟 你当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的外科医师 你就是要有悲天悯人的胸怀 你要有热情 尤其现在大肠之上 是台湾第一名的癌症 我们手术都做得很晚 四个小时 我们一天都排两三刀 这种劳力密集的工作 没有办法赚很多钱 但是人生呢 我觉得家财万贯 也是为三餐而已 看你人生的 享受的方式 来到我门诊 来跟我拥抱 这样子 我也做得蛮快乐的